老师这边呢 再举一个使用element 来编辑物件的例子 好 我在这边呢 先使用box 建立一个方块 好 然后调整到适当的大小 好 然后改变一下颜色好了 那这个方块呢 我希望它能够移到圆点的位置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按右键 按右键之后呢 它会打开移动的 就是让你输入的 输入坐标来调整它的位置 我这边的xy呢 按右键 这样就可以让它回到圆点的位置 那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圆点呢 因为我等一下帮它做一个屋顶 那这个屋顶呢 我用什么来做 我用一个pyramid金字塔 好 那这个金字塔呢 我一样调整一下它的宽度 这是宽度 还有深度 我可以在这边调 稍微大一点 然后high呢 是它的高度 这个高度呢 稍微再增加一些 OK 好 这个我等一下呢 希望把它放在上方 其实如果说你有两个物件的话 是可以用一个align 对齐的指令 不过我们还没讲 我想稍后老师再跟各位讲解一下 那现在呢 我还是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那问题是 奇怪这个地方怎么现在变成000 不是应该要出现它的坐标吗 其实看你选择什么工具 因为你现在没有选择移动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这个对话框的上面 并不是写 move transfer type in 我们在这边呢 要先切换到移动工具 这时候它才会出现它的 x轴 y轴 z轴 坐标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边呢 是使用旋转工具的话 这是什么 这表示它会出现 x轴 y轴 跟z转转角度 了解吗 所以是因为我们没有选 这个工具的关系 好 我现在把它 它xy坐标都归零 好 那归零之后 我们再把它拉高就好了 好 等一下老师再教各位怎么样去 用对齐指令 好 拉高 所以这个等一下呢 我是要拿来做屋顶的 好 不过呢 你可以注意到老师在这个地方呢 我稍微留了一点距离 那我想把这边桥接起来 各位还记得吗 好我们在前面有讲过bridge 可是问题是这两个是不同的物件 你怎么做bridge呢 我们要先把它attach在一起好我们看怎么做 那你要做attach的话你就必须要先把它转成poly 按右键把其中一个物件转成poly 好转成poly 转成poly之后你要把另外一个物件attach进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按一下attach 然后按一下 你可以注意到attach进来之后呢 这两个物件呢 它应该要变成同一个颜色 有没有是不是变同一个颜色了 好 接着我们希望说在上面这一个金字塔跟下面这个方块中间能够连接起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呢老师这边的选择poly 切换到多边形的次物件编辑模式 好看一下这是poly 好接着呢我们在这边先选 这边呢先把底部的这些面选取 然后呢我们再选择方块顶部的这个多边形 然后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bridge 这个地方按bridge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图例 bridge就是把你选的两个以上的面呢 中间桥接起来 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你看这样就做出来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这边呢想帮他开一些窗户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那我这边呢先选择其中一个面 先选择其中一个面 然后我可以用inset 你在这边选择inset也可以 我们这边是石墨建模工具的inset 或者是你用下面这个inset也可以 那我们在这边按一下inset 然后缩小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你要让他产生一个凹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一处的 那一处的话可以往外也可以往内嘛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类似像窗户的一个模型了 对不对 好 只不过它的位置呢其实是稍微高一点的 你用移动工具稍微把它压低一点 简单的一个窗子就做出来了 可是我们还有三个面 这边是不是还有三个面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做 我们来一起做做看好不好 刚才做出来的这个窗户呢 我先还原回来 你可以按Ctrl加Z还原回来 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 这些面呢都选取 一二三四四个面都选取 好 然后呢我们做inset 然后拉进去 诶 怎么会变这样呢 这好像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好 为什么 当你选择某个指定的时候 他可能会记住你上一次使用的状态 像这边的如果没有做设定的话 他预设是把这四个 四个选取的面当做是一个群组 这就不是我要的效果了 好 那怎么办呢 先还原回来 我们在inset指定旁边 按下这个三角箭头 或者是你也可以按下这个inset旁边的settings box 去打开对话框 设定对话框 好 我们在这边点选 然后再选择inset settings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呢先拉到旁边 给各位看一下 好 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执行的方式 目前是group群组 但是我也可以设定说 一个个多边形 把polygon 一个个多边形 你看这个就是我要的效果了 对不对 然后inset它的量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去增加减少 就看你那个窗的大小 但是呢 0的话就刚好顶到边缘 那它的线是重叠在一起了 这就没意义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呢 稍微调整一下 或是直接输入你要的数值 直接输入数值 再小一点好了 好 那如果ok的话呢 就按一下 这个确认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点选也可以 然后在这边点选也可以 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你看 好 我们这边再 再调一下 就调到你样的大小 有没有 所以两边是一样的 好 好 那 接着呢 我们就做什么 一处的 这个一处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这边用一处的 然后呢 我们拖曳 好 往内挤嘛 然后稍微再调整一下高度 你高度要调整的话 其实你可以 切换到其他的试图来调整 这样的话可以更确定它的高度 来 我们切换到测试图 然后呢 稍微再调整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 对不对 一处的也是一样 我一处的部分呢 我也做一下说明好了 那一处的部分呢 我想用另外一个例子做说明 我用 圆柱体做说明 那这个圆柱体呢 我不需要这么多面 我塞的呢 少一点 我把它设定成 8好了 好 好 OK 然后 高度的分段不需要这么多 然后我也不要加上Smooth 不加上Smooth的话就表示说 你在Render出来之后呢 它的面 不会加上平滑的效果 好 那我们这边呢 用这个Smooth 用这个八角形的来做一下说明 好 我这边呢 是要跟各位介绍做一处的 那我先把这个物件转成Poly 好 转成Poly 然后转成Poly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先拿这三个面做一下说明 按Ctrl键去选取它 然后我们用一处的 一处的 然后挤出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现在挤出之后是像这样的效果 好 我再还原回来 实际上挤出的方式是可以设定的 我们在这边先选择 一处的Setting 好 然后呢 在这边挤出的方法呢 现在是Group Group是什么 Group就是把我们刚才选取的这一些多边形呢 视为一个群组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改成LocoNomo LocoNomo是什么呢 我们先讲一下Nomo是什么 Nomo是一条垂直于你的面的一条直线 那个叫Nomo 叫做法线或是称为法向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这边呢 这三个面呢 它做一处的挤出一个高度之后 它的方向是什么 垂直方向 但是中间是连在一起的 那如果说你希望中间呢 它是分开的话 那怎么办 你可以在这边呢 选择By Polygon 依自己的多边形往外挤出 而且不会跟旁边的面相连在一起 好 OK 那你做完之后呢 就按一下 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一次 那但是呢 这次我先还原回来 我想把平面的这些面呢 全部都选取 上下没有选哦 好 你看 上下我是没有选到的 好 一样一处的 一处 sitting 你看 这个呢 是什么 目前是By Polygon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我这边挤出的时候呢 我希望呢 它是粘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选择用 这个应该是要用Loconomal 好 你看 这边如果选择Group的话呢 它会选择其中一个方向 这个就会产生面重叠的问题 你们在做模型的时候呢 尽量避免像出现这种黑色斜线 这个就表示有问题了 好 但是我们这边呢 如果选择Loconomal的话 你看 它是怎么样 往每一个面的发现方向 往外做挤出 了解吗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 做一些变迹指定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可以调整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Loconomal 好 这个是By Polygon 对不对 做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 好 OK 老师这边的这一次的练习呢 主要是跟各位讲解 如何用Attach指令 把两个以上的物件呢 先合并为单元物件 那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变化 像我们刚刚做这个 做这个造型 其实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了 好 待会呢 请各位同学 先练习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